千万不要在圣诞节那天偷看圣诞老人长什么样子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此时这个女孩已经看到了圣诞老人的影子 她瞪大了眼睛满怀期待 可下一秒一条长长的舌头就伸进了杯子里 瞬间吸光了里面的牛奶 还瞬道卷走了旁边的饼干 一个长着恐怖獠牙的怪物出现在两个孩子面前 怪物冲两人一步步走来 先是凑上去闻了闻女孩的味道 喊出女孩的名字 并说了句 两个孩子被吓得丢了魂 随后怪物开始呃吐 一个礼物盒从他嘴里吐了出来 上面沾满了口水 女孩颤抖着接过礼物 怪物又将脑袋扭向男孩 紧接着就是一套同样的操作 甚至还摸了摸弟弟的头 让他继续做个乖孩子 还没等两个小孩缓过神来 怪物就从烟囱中爬走了 男孩拆开礼物一看 居然真的是他一直想要的动力小火车 回到床上 两人久久不能入睡 突然女孩问了一个问题 这估计是两人过得最难忘的一个圣诞节了